好 这边来看一下微博对阵斗舞的第二局上半场 有棉镇 东徐这边的话 这把带了个金身 你们猜我带啥呀 我上一把带一个闪眼线抓前锋 这把我换套路了 带了一个金身 那这把应该不抓前锋了吧 这把不抓前锋的话 抓杂技 抓舞女 抓邮差 想想好像邮差应该是最好抓的 想想应该邮差是最好抓的 这一局 其实我觉得东徐还是应该 继续贯彻上一局的思路 继续带这个闪现抓前锋 既然战术打得这么好 为什么不再继续换套路呢 感觉换个套路 好像反而会不会就不好了呢 微博这边的话 上一局吃了这记录员的亏 这一局看一下 东旋这边的话 低头走路 但狩猎本能其实已经被破掉了 捏球 一颗土球 捡你速 前面 杂技 板子 你拍不拍 记录你 博异 博异 一刀打中 第一刀打中 武女这边的话中场的八音阵是已经不好了 八音阵不好 闪现的话还有20秒 所以球者这边的话是确实不着急的 他可以尽情的进行一个交互 杂技的话这边带的是一个博命 所以说东旋硬着头皮继续追着杂技 我觉得也行 闷掉一个博命 东旋这边是选择把这八音阵踩 那八音阵一踩着 那杂技已经拉开10万870 他肯定要抓武女了 我觉得 既然这边已经把杂技拉开了 我这边就只能抓这武女了 你再去抓其他人 剩下的邮差和前锋不太好动吧 特别是前锋 邮差的话这位置上面来讲也还行 但武女现在是一个纯白板 前锋花的时间上面会有点多 毕竟他是把三个八音阵全踩了的 一个狗减速这边记录 记录了这边邮差的翻窗之后 更多的应该是用来针对你这边的武女 好的 看一下武女的话双弹 然后拉独洞的话有一个落地的加速 应该是往独洞方向走 独洞这边的话板子其实也还在 一刀打中 往中场走嘛 往中场走前锋可能要来干扰一手 要不然这武女扛不住的 因为中场这边板子其实东旋破了不少 怎么说 一个翻板 再拉一波 东旋瞄了一眼前锋 看前锋好像没什么动作 球者这把的话 他们虽然说看上去牵制的时间 其实蛮久 哎呦没打到我 看上去牵制时间其实蛮久的 但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机子其实并不快 已经两分半了 总量加起来也就修了两台机子 一个慢翻一刀震射 这里前锋应该是要先逼一波 应该是拉一波球 因为这个闪现 这个精神是一定知道的 这个精神是一定知道的 就你打了这么久 你有闪现老找闪了 对不对 800年前就闪了 前锋这边 硬吃一刀 骗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他骗一下东旋不交出这个精神吗 这波精神交了呢 待会这边穷者来救一波以后 前锋现在找队友补状态 东旋后面可能处理不掉这个前锋 这倒是有可能的 尤才这边把前锋摸满 我觉得他们这边的战术安排 应该就是先把这波精神给耗了 然后呢 这边救完人以后 我前锋来打一波 把这个时间拖出来 战术可行 战术的可行性是有的 前锋状态补好 打一刀 好救 救下来以后两个人拉开 杂技 哎 杂技吃刀 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是一波双刀啊 杂技吃这一刀其实蛮亏的 你杂技吃这一刀 这武女还不一定走得了 一颗土球捡你素 逼你换挂 如果能换挂呢 我觉得还行 如果能换挂其实还行 换挂了的话其实不亏 对于求者来讲换挂是真不亏 精神还有40秒 前锋要不要过来搞一波 撞救 这么狠吗 直接撞救 给一个翻板加速 前锋这边下板 前锋似乎还有动作 东穴这边有反应 但是小铁这波球拉的有点漂亮啊 知道你会回身打我一刀 他先往外面拐了一拐 非常灵动的拐 这一波拐的有点 只能说 应该有个什么形容词呢 就是 有没有观众能够提点我一下 我现在想不到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拐 武女的话落地是有加速的 而且双弹的CD都好 这边邮差似乎还想要 精神 精神想 过这个车吗 很灵性 很灵性不错 很灵性不错 这个精神是反应过度的一个精神吗 机子的话我们来算一下 现在总量修了3.8 你说机子吗 其实这个机子东穴 如果说能够稳定的再次击倒这个武女 我觉得东穴还是能打的 虽然说这个精神教的奇奇怪怪的 可能是一个失误 但 这个武女的话 最后一台机子压着前锋这边来救人 他还有一波状的球 还有一波状的球 这边是两个人来救 然后杂技修最后来机子 杂技现在才刚跑到那边的 机子的话已经封上了 已经封上了 这边开始救 打了一刀前锋 好 确保 然后这边减速 梁猛男 宝自家 小妹 武女上了二楼的话 他就 这边一个翻板加速 先拉距离 再卡 进入到毒洞 核心问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杂技这个机子 他不一定修得掉 他一个人修的话 这机子很慢很慢的 抢了一个窗 这边一个翻窗加速 东穴这边切不切闪 再来保 再来保 继续掩护 前锋 拉球做 好的 东穴这个精神不太好教 确实不太好教 邮差和这边的杂技已经碰头了 那现在就看 最后这一波 能不能击倒这个武女了 因为他的东穴的记录 上车了 我 这一波上车有点头疼啊 这波上车有点头疼啊 切传送 去管密码机 外围的话 武女是个上挂飞 这波传送是用来等他们下车的 两个人抢机子 那看一下前锋和武女的位置 能不能扛到 没扛到 没扛到应该算了 没扛到应该算了 前锋这边还有球 假装我还有球 我还有球 你信不信 前锋 他手里面还有那么一丝球 东穴这边还在犹豫 挂上 密码机拉开这三个人的话 状态 并不是特别的好 唯一上锅挂的杂技是个满血 两颗球 外围的话前锋重新起机子 砸机这边吃一刀 其实不太好说啊 我觉得东穴甚至还有机会能翻盘 你们可能不信啊 看着好像东穴一直劣势 但球者这把的话 真的他们的机子太慢了 他们的机子真的太慢了 前期机子就慢 然后中间的话呢 打得又非常的拼 想要靠自己的操作把这个局势硬打打回来 但是因为你只有一个人修机子 所以你的机子被东穴压了 东穴这个控场 90的机子 再封一手 真的这个局要翻啊 我感觉 8分钟 怎么说 这里前锋过来救人 倒了 密码机亮不了 好的 杂技挂飞 感觉又要多抓了 到底是三还是四呢 还是中间那一波 这机子 最后一台机子太慢了 前锋这边起来的话 东穴这边直接传送回去 把前锋挂上 然后回身过来找这边的邮差 又一次的四抓 那么压力可能就要给到老杨了 哇 这个纪录员 感觉后面放女巫 也得翻纪录员了呀 同学 这个纪录员太恐怖了 这还能给他翻回来